荔枝好吃又解殼 但原來除了當生果食 它的果實和木都很有作用 還衍生出多姿多彩的飲食文化 荔枝加了糖和酒 就可以釀成荔枝酒 除了保鮮的好方法 還可以抑氣、健脾、養血抑肝 很有益 荔枝紅茶都很有名 烘乾荔枝的時候 加入功夫茶去分製 令荔枝紅茶混合了煙燻 焦糖甚至麥芽香味 好飲又養胃 不距為廣東的名物 除了果實 荔枝木也很有作用 例如燒燒鵝 用幼身的荔枝木圍著火盆 蓋住烤爐門 就可以逼出煙燻的效果 每口燒鵝都有荔枝木香味 非常好吃 荔枝木還可以用來做入廚工具 因為它的木質感密 紋路細 不容易被腐蝕 最重要的是版面光滑 所以最漂亮的月餅帽 都是用荔枝木來做 那麼月餅印上去的花紋 都容易看到 看得到嗎